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主题是认识基准量、比较量还有比值的关系 我们来看题目 桌上有一条6公尺的蓝带和一条3公尺的红断带 请问蓝断带的长度是红断带的几倍呢? 以前我们有学过要知道蓝断带长度是红断带的几倍 我们就将蓝断带的长度6公尺除以红断带的3公尺就可以了 所以6除以3等于2 因此蓝断带的长度就是红断带的两倍 那这里我们也可以写成是比较量除以基准量等于比值 那红断带3公尺就是基准量 蓝断带6公尺是比较量 那他们的两倍就是比值 那这样子讲大家一定还是迷迷糊糊的不太知道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们再来仔细看一下 基准量就是作为基准的量当作是一倍 那因为这里的题目是问蓝断带的长度是红断带的几倍 所以我们是以红断带的3公尺作为基准 它在这里就是基准量 而比较量就是与基准量做比较的量 那这里是问蓝断带的长度是红断带的几倍 那比较的是蓝断带的6公尺 所以蓝断带6公尺就是比较量 再来比值 比值就是比较量除以基准量的值 那记性好的同学就会想说 以前我们在比的单元也学过比值 那跟这里的比值是一样的吗 那这边的题目是6公尺的蓝断带跟3公尺的红断带做比较 我们可以写成是6比3 那以前我们学比的时候 比值是前向除以后向 也就会是6除以3 那比值就等于是2 那与这边的比值是相同的 接下来我们用图示法来看看基准量与比较量 还有他们的倍数 红色断带3公尺它是基准量 所以对应下来的位置我们写基准量 蓝色断带6公尺它是比较量 所以对应下来的地方我们写上比较量 那我们是以基准量为1倍作为比较 所以3公尺对应下来的地方我们写上1 代表1倍 因为6是3的2倍 所以6的位置对应下来的地方当然就是2倍 那我们就知道蓝色断带是红色断带的2倍 那我们再来复习一下什么是基准量比较量与比值 基准量就是作为基准的量 我们把它当作是1倍 那比较量就是与基准量做比较的量 那比值是比较量除以基准量的值 那写成式子就是比较量除以基准量等于比值 接着让我们做一个例题 大学某班级中有54名男生9名女生 请问男生人数是女生几倍呢? 那首先我们来找找看这一个题目中 基准量比较量各是什么 因为题目问男生人数是女生的几倍 所以是以女生为1倍来比较男生的人数 所以基准量就是9就是女生的人数 那比较量就是男生54人 那比值就是比较量除以基准量的值 所以就是54除以9 那等于6 因此比值就是6 那知道比值是6之后 那男生人数当然就是女生的6倍 我们将答案写上 答就是6倍 好